那么另外呢市民代表陈慧卿 平岛不定是对于围老建筑的安全调查 中山地下道排水问题 以及部落的入口意向等议题 要求施工所能够调查花莲市区的老旧围楼的安全 先说到中山地下道 因为从建造像已经有20几年了 我们在2015年的 天有台风有造成我们地下道的积水 然后最近还有我们地下道常常有频繁的高度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那边是限高2.6公尺 但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高度 所以有很多大型的楼览车或者卡车都卡在那边 造成交通的状况 那另外呢就这一次的远规台风 只要遇大雨或什么我们的 中山地下道的排水的部分完全没有办法排水 这个部分请市长说明一下 那整体来讲里面的排水系统 真的在机车带的部分 确实是比较不好 那也容易常常会因为异物来做相关的堵塞 那我们也在未来的计划里面有做相关的规划 那因为中山地下道是每天必经的一个 一个等于说道路的部分 那回家或出门都一定会经过 所以对我来讲那个地方是特别重要 那我们也有在向中山争取 那坦白说其实争取的结果 并没有像小山中那么容易 但是我们有跟我们相关科室 跟主力还有我们科长来做相关的讨论 如果今年的结果真的是不如意的话 我们就用自己所内的预算来做相关的改善 我今天要执行的重点 在我们的部落意向的问题 因为上一次我们花了大笔钱 在做我们部落意向跟区域范围的那种标示 但是做出的效果不是很好 那很多百姓族人看的东西 就觉得这区域范围跟放置的地点都不是不对的 那经过我们上一次的要求之后 市长很快就把那些设置不当 或放置地点不好的 甚至设计不良的东西全部撤掉 但是市长刚刚也听到我的要求 尽快跟我们的事务组长 我们的头目跟家政班的班长或组员 妇女干部们研究一下 我们的部落意向跟区域范围的设计 跟放置地点到底放在哪里 会比较符合部落的需求 以及大众他们了解部落的区域范围的区块 这样子 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高雄的陈中城 的災难死了46个人 但我想要了解 花莲市到底有类似陈中城 这种的大楼有几个 但是来讲 目前还好不是那么复杂 但是我要求就是说 所谓的住景区的普及率 因为陈中城发生的原因就在 他的火灾的警示 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很多人在火灾当下 完全不了解 不知道火灾 那原因就猜 不是老旧问题 而是住景区有没有发生效用 有没有了解住景区 所以我要希望说 事工所能提高市民使用住景区的效能 进而减少我们灾难发生 及火灾灾难发生 谢谢 避落异象的部分 避落异象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告示指示牌的部分 当时和平导代表提到 那个地方第一个危险 第二个看起来不美观 所以我们即刻在咨询之后 要求我们建设客 还有相关管理单位 把他来做最迅速的方式 把他来做拆除 那如果说要增设新的 我们也希望说 跟部落一起讨论一下 有怎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新设 而且不是乱座 是新座 然后跟相关的一个管理单位 一起来做一个比较安全 不会危险的 那也能复合到部落的意向 让部落主人们感到比较舒服一点